一位80几岁老太太在晚上的时候不听儿子的劝阻 她独自坚持要外出 而儿子很怕妈妈发生危险赶快报警求助 警方展开搜寻在玉里镇上的老戏院前面找到这位老太太 上前关心询问她 而她说她想找她的先生 不过警方一问才知道 这个老太太的老伴已经过世三年多了 因为太思念老公就独自走出来 警方先是安抚她的情绪 也用车子载送老夫人回家 老太太说她不想回家要找她 老太太口中说的她是她过世三年的先生 这位80几岁的老太太 晚间不听儿子劝阻独自外出 但是儿子生怕母亲发生危险 于是报警求助 警方展开搜寻 在玉里镇上的老戏院前 找到这名老太太 并上前关心询问她 说是要找先生 但是警方一问才知道 这名老太太的老伴已经过世三年之久 警察觉夫人因相识之情 导致意识混乱 故先安抚其心绪 随后以警车载送夫人返家 旧玉里戏院是很多老一辈年轻的回忆 当时戏院会播放电影 也会演出歌仔戏 俨然成为民众依赖的休闲娱乐 情侣约会的聚集地 然随着时代的演变 影视业的转型加上电影业的兴起 这些戏院风华不在 也纷纷歇业改建其他用品卖场 但是戏院曾经的繁华 仍存在许多民众心里 记者高双双玉里战采访报道